太好了 手部细节动作加上眼神 眼活唤有自闭症天才律师的角色 普恩斌主演的韩剧《非诚律师》与英语 精湛演技位置的费受肯定 就有台湾网友追剧 发现跟这位演员长得很相似 讲着琉璃课居 林云涵在《时代剧插京》中表现亮眼 有网友拿他和普恩斌对比 两人都是大眼瓜子脸个子娇小 都有白皙皮肤 也散发出文艺气质 让不少人直呼有错觉 像是在看台剧 林云涵也在脸书回应 谢谢大家看就会想到我 还大秀几句韩文 感谢您的阿拉索 连艺人杨紫义也留言 每次看《非诚律师》就想到你在发呆 台湾演艺圈撞脸的还有他 韩剧金泰黎在二五二一中 眉上齐刘海加上清秀五官 被说的台湾歌手持修很像 把两人照片比一比 不少人直呼持修怎么演韩剧 真的好像台湾网红也和韩星壮烈 豆弹皮和微卷发型 演韩剧爱的颇降的韩星金正炫 被说的YouTuber双胞胎党 展荣展睿外形超相似 展荣还在脸书重现金正炫 嘴撕机票的经典画面 同样在爱的颇降 饰演窃听员的50岁金永敏 高挺鼻子加上有邻友教练型 被说和李国义有点相似 韩剧在台发烧 亮光演员撞脸 让粉丝会醒一笑 TVN新闻谢谢张启云台北报道